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張RTX3090 有的小夥伴可能會說了 那30系顯卡都發布這麼久了 一張3090它有什麼好看的 不過今天這張還是真有點它不一樣 因為這是一張價值34,999元的RTX3090 它就是全球限量A千張的七彩虹就斷了 有座椅子可以來死 如果這是一張驚人之間 可以繼續產生 有座椅子 我們來進行大陸 看起來我們就有這張驚人 寧願的東京 我們出來聽起來 他們想從前往 我們便出現了 照顧 馬登 從就是 那我們現在來拆開它 墊一墊這個重量還是挺重的 我們先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細節真的是這個前到位了 細節就到位了 跟上一代九段頗為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拿過來改良了一下 然後上面貼了一個 我們確定它是膠粘的 因為上面還拉著絲 I give 九段 for the top players Players 它是一張七彩虹的九段 它非常的高端 是給高端玩家準備的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很高端 就是我們把它當作一個行李箱用 一點問題都沒有 0、0、0然後按一下就開啟了 整個材質其實是非常厚實的 給大家來聽一下 聽到了嗎 厚實嗎 結實嗎 然後這裡 不出意外的話它是一個手套 以及一塊擦抹布 我們這不是一期 顯卡節目 我們這是一期健保節目 哪些產品能夠享受三年免費上門 如何申請三年上門 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張 難道是有老總簽名的海關密碼所設置指南 然後這個上面寫了九段安裝指南 如果大家有幸能拿到這張卡的話 如果去安裝 二斤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OK 這裡有什麼 這裡什麼都沒有 我們給大家立起來看一下 因為我拿出來以後 它就不會是當初的樣子了 這麼變量一下 怎麼得有個十來斤 十來斤 怎麼得有個好幾斤吧 差點就脫手了 我的保衛 保衛 好我們先把顯卡放在這裡 我們看看其他東西還要選什麼 真的是在包裝上面下足了功夫 用不著的九段不要扔 把它放在孵化箱裡面 就可以孵出小九段 它是一個金屬的鍵帽 然後分量還是有一些的 然後打磨的 整個摸起來沒有滑手的地方 然後做的比較細緻 然後包括它的小扇頁 就是顯卡上面的一些齒輪的構造 在這個上面全都展現得非常的好 驚不驚喜 這是一個鍵帽 它不是一個U盤 非常有誠意 這是一個顯卡支架 因為九段的話 畢竟是這麼重的一張顯卡 顯卡支架是不例外要贈送的 然後但是這個小東西長得還挺別緻 跟之前的好像不太一樣 專人專用 專車專送 專人專用 這是九段御用的螺絲刀 對呀 應該能立住的呀 還在我思考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中文 燈光同步線材 然後反面是Full RGB Sync 使用的好感就提上來了 在以往我們裝九段的經驗 但告訴我們如果這個頭是個L型頭的話 它會更方便於我們安裝 然後包括我們去調整機箱內部的一些空間 但是它沒有 它還是直的 這個風扇 這個風扇我感覺比一般我看到的顯卡風扇要厚 然後這個風扇做的特別的圓滑 就是給人一種很圓滑的感覺 不知道做成這樣是不是能提升它成倍的散熱效率 然後這個冷排的厚度大家可以來試一試 然後冷排的這個面的話 它應該是會亮的 就是它這一個 哪去了 對 這一個面 然後包括這兩面的 現在看見是一個鏡面 但是隱隱約約從側面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字幕 其實我本人是不太想拆它的 首先就是 我們給它撕的好看一點 就這個鏢一拆吧 它也就是二手了 大家瞅瞅這個厚度 有沒有買它那麼多錢那麼厚 35,000塊錢 這個齒輪狀是九段的這樣一個經典的設計 包括它的扇頁上 扇頁上面然後中間也是有這種小的齒輪狀 然後中間的話底下的風扇是可以轉的 然後這個也是防尷尬的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些暗花 還是跟箱子上面的話做了一個呼應 For the top players i-game 九段 這個應該是會發亮不 感覺是會發亮的 如果這不亮的話 那是不是就有一點少一些什麼 我們即將要拆掉的是18號寶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搬動的屏幕 也就是說這塊顯卡的話 它是支持竖裝的 橫裝這樣子竖裝給它搬開 這個設計 似曾相識 是不是 然後我還發現了有一個非常有亮點的地方 就是它顯卡上面的這個水冷接口 然後包括這個也是可以這樣子轉的 螺絲是10個 然後我們先拆完這層再說12個 12個 為了方便我們拆卸螺絲 所以我們就不再戴手套了 因為手套是沒有辦法抓得住這麼小的螺絲 我想著它拆掉最外面的殼以後 裡面是不是會好拆一些 然而現實告訴我這個地方它是會亮的 所以它裡面就有線 它裡面不僅有線 它這邊還有線 它是處在一個兩個反方向作用力的線 不得不吐槽的一點是這個膠也太乾了吧 什麼情況 你看這個裡面就很新鮮 它的膠條就很新鮮 拆開顯卡之後我們發現顯卡背板散熱膠貼是感到一塌糊塗的 就是用能拔拉下來這種 而整套散熱模組也是酷冷至尊來代工的 與常見的顯卡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核心的均熱板這一塊 採用了純銅作為導熱的材質 不愧是旗艦卡皇 PCB這裡就比較尷尬了 看起來怎麼就那麼像一張火神呢? 供電方面採用了總共26項最高80A的供電 內部用料方面 九段作為一張旗艦顯卡還是完全夠格的 沒了就這樣了 大家還在期待什麼呢? 測試環節依舊使用到了我們祖傳的5900X平台 兩張顯卡都使用的是默認一鍵超頻模式 同時我們也給九段裝上了自帶的水冷散熱套件 先來看看兩張卡在3DMark當中的刨分情況 猛的看上去 兩張顯卡的跑分成績沒有很明顯的差距 甚至在一些個別項目當中 火神還比九段要高那麼一點點 就那麼一點點 而在遊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九段在一鍵超頻模式下 頻率最高也只有2010MHz 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的 因此最終成績也與我們的火神是不相上下 不過在顯卡溫度方面呢 畢竟是用上了水冷嘛 九段相比火神來說 核心還是要兩塊一些的 給這張RTX3090九段開完箱之後呢 我是覺得顯卡配件以及行李箱 真的是讓人蠻喜歡的 至於這張顯卡嘛 如果你能用收藏的角度 帶著欣賞美的眼光去看這張顯卡 可能你覺得還不錯 如果你單純的只是一名玩家 那你可能會有著更好的選擇 不管怎麼樣 本期的二斤自製呢 就是來帶大家看一看 如今的期間卡黃到底長了一個什麼樣子 小夥伴們以後說起來 那我也起碼是見識過買行李箱送顯卡啦 OK 本期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張昂貴的九段的話 那快去給二斤點贊 再順便關注、訂閱、打開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